享生龙宝宝的父母注意咯 台北市113年起加码优化生育补助 包括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开放可婚前受检 及新增抗木勒士管荷尔蒙检查 另外增加孕妇子嫌前症筛检补助 及发送软心待产包 让准妈妈安心备孕安心待产 只要是一方涉及台北市 这特约医疗业 如果接受这个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 都可以享有补助 那生理男性的话有五项的检查 那补助655元 那生理女性的话有八项的检查项目 那另外我们的女性在今年可以加选 那个康默勒士管荷尔蒙的检查 那这是定额补助500元 那所以我们女性总共会有九项的补助 那总共是2095元 那另外台北市在今年会扩大婚后孕前的 健康检查的这个补助对象 那主要是未婚者 他在婚前接受检查 他在检查日的这个一年内结婚的话 婚后都可以检去相关的证明文件 来向卫生局申请补助费用 那另外呢台北市从99年就提供涉及 且怀孕第9到20周的这个孕妇初期的糖室症筛检 那这个两项的血腥的检验跟参院部的检测是2200人 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副院长詹景全表示 透过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可了解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怀孕之相关疾病 初步评估是否有导致不孕的因素 协助新婚家庭尽早规划生育 这一次台北市政府的补助 在这个婚后孕前的部分 多了这个AMH的检测 那确实现在我们很多的民众来看 所谓的不应证门诊的时候 他们都想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检测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分享 最近就是有一对大概32岁的这个台商夫妻 那他们就听到说台北市政府有这个补助 然后也想做不应证的检查 所以他们就回到国内来做这样的检查 结果一检查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意外发现的是 这一对夫妻的VDRL 也就是眉毒反应都成为阳性的部分 但是他们本身都没有什么症状 那我们也很很 就是说赶快把这一对夫妻招回来做一些检测 那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先生在大陆金山的时候 有接受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招待的部分 那我想事实上 这个婚后孕前健康检查的部分 对于这一块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就赶快请他们接受治疗的流程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说这个 我们在孕产期的这个增加 今年增加的所谓的死前前症的这个检测的部分 那确实在国内外的文献报导里面 都提到孕产期 妈妈的这个病发症的部分 最长见的就是所谓的认诚高血压 那死前前症这一块 所以如果能够早期的做这样子的检测 我们就可以给予预防性的给药 那既然是预防性的给药 当然就可以让胎儿的这个发育 更加的健全 更加的不会因为 因为有死前前症来造成说 胎儿过小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妈妈的病发症 跟后症也会减少 只要一方涉及台北市 致特约医疗机构受检 皆可接受补助 卫生局提醒民众 把握20到35岁理想生育年龄 接受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做好孕前准备 欢喜迎接新生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